用水泥做成手表还有戒指 可以吗 有一群设计师对水泥情有独钟 他们设计了一款水泥手表 黄铜的指针还有裸色的表带 都会随着时间氧化变色 变成了有生命的作品 而且水泥是很易碎的材质 这是设计师最大的难题 机器搅拌 浇灌 翻膜 手工重复着一个个步骤 灰暗的液态水泥一步步定型蜕变 从戒指绘图笔 时钟再到手表 跳动的水泥生活小物都来自它的点子 水泥给我的感动是一个很 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这东西很酷 然后它在空间里面呈现的光影变化很美 可是实际上制作之后 当然就会出现很多很多很多 意想不到的问题 或者说想象到 可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水泥会干 会裂 会脆 设计师游生瑶 九年前第一次用水泥做戒指 不过一下子就裂开破损 他问骗了五金行老板 建筑师泥水酱 最后是大学教授 给了他完美的水泥配方 这个材料越挖越有趣 很多以前人家做不到的东西 或是人家没有想到要做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去使用的素材 但其实我们的重点还是想要抓在说 那一个就是比较酷 比较炫的一个生活态度 就是把你身上的东西拿出来 给人家看 然后会引起一个话题 然后会觉得说哇 这东西太棒了 游生瑶说水泥看起来冰冷 摸起来却很温暖 承受过多压力就容易碎裂的特性 非常像都市人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手表也是用一般的水泥来做 那我们手表的这个表面啊 里面最薄的一层是0.9公里 如果说你的手表从手上掉下 到地上去撞到你的硬的东西的话 它也是有可能会破 所以我们就很烦恼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找到新的素材 那后来我们现在就是开发了一个 基本上是以素质为基底的一个材料 然后它的水泥部分还是有的 它变成调色的感觉 就是我们等于是用素质去模仿水泥的质感 我觉得一个建筑它的美就在于 你在里面经过一段时间 去感受到它的光影的变化 我觉得那个美才是一个具体的体验 克服了水泥易碎的特质 游生瑶进一步将水泥在城市中 时空上的轨迹打造出来 譬如说我们说我们的水泥戒指 它虽然是一个戒指 可是它会坏掉 它会有它自己的生命 新的然后慢慢变颜色 然后慢慢剥落到最后死掉 坏掉这个东西 然后它跟主流 大家对于戒指这个东西的想象 就不太一样啊 把自然元素带进生活 用别人想象不到的做法 打破一般人对水泥的印象 游生瑶也试图融入台湾味 以前公寓大家的地板 都会用那个摩石的地板嘛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东西再抓回来 就把它用在首饰的设计上面 我觉得在台湾人的记忆中很熟悉 而且我们用的石头是 所谓的宜兰石 所以说它那个石头组合颜色 就有一个很台湾的感觉 说游生瑶是一位设计师 但又更像是一位充满热情的实验家 不论是作品外形还是背后的理念 都让人不得不承认 这个很酷 感谢观看 那边的石头是一位充满热情的 组合颜色